专方在这个部分的竞争 也会进行到一个阶段 就是说全世界即将进入到 两套的晶片系统 也就是说中国可能加速 本土晶片的发展 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标准化 推到所谓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 甚至于在非洲 在东欧这个部分 需要中国经济跟科技援助的部分 有可能透过中国的晶片 来去进行一个控制 那甚至于提供他们相当的 这个基础建设的设备 那甚至于在无论是在资料中心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都是由中国来去提供 那另外一个方面可能就是 美国和盟友所制造的这些晶片 包含台湾 日本 韩国 荷兰 这些其他等等的一个国家 所以一个世界两个晶片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一个状况